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岛忠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保罗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主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盾牌 祂永不误事 让我们仰望祂的话语 必因祂的慈爱和诚实 赞美祂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雅各的祷告 我们思想 雅各的祷告 这个题目 索尔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创世纪 三十二章 三到十二节 创世纪三十二章 三到十二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应许 主能在荒野开道路 主能在沙漠开江河 你若有信心将结彩种子 他就要为你成就大事 主的眼里没有难听 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 只要顺服和相信 主必要显明他的美意 有时候乌云暂时遮蔽 救主的慈爱 救主的慈爱 却无远离 他与你同行保护到底 时遇过天晴 时遇过天晴 熄了满心 主的眼里没有能听 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 只要顺服和相信 只要顺服和相信 主必要显明他的美意 有时候 有时候乌云暂时遮蔽 救主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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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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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第32章3到12节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 就是以东地 见他哥哥以扫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我主以扫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 直到如今 我有牛 驴 羊群 仆壁 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 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 雅各就甚惧怕 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 和羊群 牛群 骆驼 分作两对说 以扫若来击杀这一对 剩下的那一对还可以逃避 雅各说 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你像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帐 过着约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对了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 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厚意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生数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创世纪32章3到12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九节 创世纪32章第九节 经文说到 雅各说 耶和华我祖 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创世纪32章第九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创世纪32章第九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雅各说 耶和华我祖 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创世纪32章第九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雅各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时 不应该用许多重复话 以为话多了 并蒙垂听 在祷告时 重复唠叨的 往我们有思想到 神对祷告的命令和应许 甚至也没有想到 他们极其需要的帮助 这并不是真正的祷告 当我还是个修士的时候 也常做这样的祷告 我在需要时求告神 但对神的应许跟命令 却一无所知 我只是不断地 重复一些词句 然而 真正的祷告 必须是发自内心深处 就如同《创世纪》三十二章 九到十一节这段经文中 雅各的祷告 真正的祷告来自 真正明白祷告的需要 以及神对祷告的命令 这个事实 可以鼓励你热切地祷告 并且明白自己祷告的内容 有些人 只是照章行事的祷告 重复着一些他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话 他们并不是真正在祷告 因为连他们都不晓得 自己在祷告什么 真正的祷告 不需要用太多词句 相反的 他经常包括了 常常的 深深的 无言的叹息 雅各的祷告 也许并不单只有摩西 在这里所记下的语句 很可能 雅各是整天整夜的叹息 从这里看来 雅各的祷告很可能很长 但却没有多少言辞 虽然我们在祷告中 不应该使用太多语句 但是 我们一定不能忽略 在祷告中感谢神过去赐给我们的福气 纪念神在过去的慈爱和信实 可以重燃我们的信心 也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雅各在祷告中表示了他对神的感谢 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今天我们思想 《雅各的祷告》 这个题目 当雅各要归回故土 回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 就是以东地 见他哥哥以嫂 创世纪32章第六节 经文说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嫂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 正迎着你来 以嫂的来意不明 没说什么 雅各心里顿时写了悬念 心中忐忑不安 圣经说 雅各就甚惧怕 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 和羊群牛群骆驼 分作两队 说 以嫂入来击杀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这是考验雅各信心的时刻 雅各需要用对神的信心 取代心中的惧怕跟焦急 创世纪28章15节 神已经在伯特里对他说过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离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知道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神到底可不可信 这是雅各用信心去明白的 面对不明朗的局势 雅各做了最坏打算 创世纪32章9到12节 是雅各在伯特利许愿之后第二次向神祷告的内容 雅各说 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你将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帐过着约旦河 如今我就成了两对了 求你借我脱离我哥以扫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度得不可生数 我们来分析一下雅各祷告的特点 尤其是其中的优点 第一 雅各是照着神的启示 我是耶和华 你祖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他称神为耶和华 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以撒的神 他向谁祷告呢 他向耶和华 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祷告 第二 雅各在祷告里没有重复话 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 耶稣说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加尔文说 信徒祷告 不是要把神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 也不是要催促神履行他的责任 更不是要求他 仿佛他不大愿意帮助人 相反的 人祷告 为要唤起自己寻求神的心 使人默想神的应许来增强他的信心 又让人在神怀抱内 欣欣吐一 而敌尽烦忧 一言以蔽之 祷告就是宣告说 我们为自己或者他人所求的一些美物 全在于神 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倚靠 祷告不是每次都讲一样的话 把忧虑重复了又重复 祷告不再长 话不再多 简短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 神一样垂听 雅各祷告的第三个优点 就是引用神说过的话 给过他的应许 雅各祷告说 耶和华我祖亚巴兰的神 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雅各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十二节 又重申一次 你曾说 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厚意 如同海边的沙 多了不可生数 当雅各把神给的应许提出来 他的祷告就很有力量 因为神的应许 是神自己不能拒绝的 如果连西律王都晓得 要信守诺言 按照承诺西罗底女儿的话 吩咐护卫兵 拿施洗约翰的头来 何况神呢 神应许赐福的话 更是没有一句会落空 斯伯仁说 当神说话时 就决定要成就所说的 否则神不会应许 神不会信口开河 更不会开空头支票 他是无谎言的神 明书记二三章十九节 清文说 神非人 必不知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知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 岂不要成就呢 雅各的祷告第四个优点 就是他在祷告里 不忘表示对神的感恩 雅各对神说 你像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 只拿着我的帐过着约旦河 如今 我就成了两对了 雅各的态度是谦卑的 他认识自己的本相 回想雅各 要得长者的名分 他的心智是好的 但却是用人的手段 靠自己办法去得 以嫂想要立刻拥有红豆汤 雅各一将立刻拥有长者的名分 他们都没有等候神 华伦威斯比牧师说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责任是要讨天父喜悦 并以他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 但以撒知道所祝福的是雅各 而不是以嫂的时候 他对以嫂说 你兄弟已经有诡计 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雅各意识到自己生命的问题 知道自己一点也不配得 雅各身上有很多缺点 但神看他好的本质 在人的软弱处 神显出他的能力 雅各里边有新鲜的种子 到了时候会萌芽的 而以嫂则是 我安是一块 神的旨意 不是透过以嫂实现 而是透过雅各 我们在祷告中 要知道感恩 同时要懂得认罪 雅各祷告第五个优点什么呢 就是向神轻心图意 并且很明确很具体的 把所要的告诉神 《创世纪32章》第十一节 雅各对神说 求你借我脱离我哥哥以嫂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和儿女一同杀了 雅各大胆的把心中的惧怕 跟心中的渴望 清楚明白地告诉神 很多没有得到答复的祷告 是归因于祷告 漫无目标 既不清楚也不具体 雅各的祷告 是用悟性在祷告 他知道神之所以是神 因为神不能失信 神的公义不让他失信 神的圣洁不让他欺骗 神的恩典跟良善不让他遗忘 神的信实不让他改变 神给的应许跟安慰 从来不含糊 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 也应当求明确的事情 有人说 空翻的祷告 没有中间的祷告 就好比到商场去浏览商品 东看看西看看 只有什么都没买 回旧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 空着双手 主耶稣喜欢我们具体说出我们所要的 因为这表示我们有决心 要把这事情交托给他 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 当耶稣到了旧的耶利哥城 耶稣和门徒 并许多人出旧耶利哥的时候 一个逃犯的瞎子 是迪玛的儿子巴迪玛 坐在路旁 他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爸 当耶稣问瞎眼的巴迪玛 要我为你做什么 巴迪玛已经把他心中的愿望告诉耶稣 夫子 我要能看见 如果你参看马太福音记载 瞎子说 主啊 要我们眼睛能看见 原来巴迪玛是两个瞎子里头带头说话的 他不能为自己求 也为他的朋友祈求 最后 主应远巴迪玛的祈求 他跟他的朋友 都能看见了 我们祷告以前 主已经知道我要什么 可是他要我自己说出心中的盼望 雅各祷告的优点 就是讲得很具体 把心里的感受告诉神 把所要求的 向神具体诉说 雅各祷告的第六个特点 就是重申 神给过他的应许 让神的应许成为祷告的支点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会撑起整个地球 雅各抓住神的应许 你曾说我必厚待你 跟神窃窃祈求 求神兑现他的应许 雅各心里很愁烦 但他想起神的话 心灵就免于流浪之苦 但他默想神 灵里就能镇静 就想出应付眼前困境的办法 创世纪三十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经文说 当夜 雅各在那里住宿 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 要送给他哥哥一扫 母山羊二百只 公山羊二十只 母绵羊二百只 公绵羊二十只 奶崽子的骆驼三十只 各带着崽子 母牛四十只 公牛十只 母驴二十匹 驴居十匹 每样各分一群 交代仆人的手下 就对仆人说 你们要在我前途过去 是群群相离 有空闲的地方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说 雅各这样安排 是为了使数目看起来更多 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节 雅各心里说 我就是在我前途去的礼物 写他的恨 然后再见他的面 或者他容纳我 雅各心里这么想 我先送礼物过去 借此跟他和解 然后再跟他见面 或者他会原谅我 但事实上 雅各所准备的这些 用来求和的礼物 根本是多余的 以嫂根本不需要 也不想要 因为神已经让他很富有了 创世纪三十三章八到九节 经文记载 以嫂说 我所遇见的这些群处 是什么意思呢 雅各说 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以嫂说 兄弟啊 我的已经够了 你的人归你吧 雅各明白了 他本来想用这些把 以嫂被夺走的福分 还给以嫂 如果以嫂 因为失去长子的祝福 因而产业减少 雅各这些礼物 多少是一些弥补 但神接着让以嫂很富有 日子过得很好 而放过了雅各 仍称雅各是他的弟弟 雅各没有想到 神用这样的方式解除了他的危机 神既然要雅各回本地 亲族那里去 就必定会保守他平安 有办法让拉班不能害雅各 使以嫂打消 报复雅各的念头 神万事都能做 神能 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皮努伊勒跟他摔跤 奋力抓住他 把所有的告诉他 并且有信心 把自己交头给他 不要怕神不听你的祷告 自己的力量还留着一些 而要以雅各的祷告作为范本 不要不敢开口求 只在心里愁烦 而要想起主的应许 大胆地向神求 弟兄姐妹 如果过去你不晓得该怎么祷告 那么孙大中鼓励你 今天就用雅各的祷告 来学习祷告吧 主余虽然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但我们越祷告 就越知道该怎么祷告 圣经里有很多伟大的祷告 大卫的祷告 丹里的祷告 约拿的祷告 哈拿的祷告 我们可以一样一样的学习 愿我们每一个呼求的日子 都能成为蒙福的日子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宝贵祷告良辰 祖宝贵祷告良辰 我心千里等候 宝贵祷告良辰 救助我良有 您信心来到主前 得向主恩全国 一中堂下 祿告愿想到主恩全国 和御母带祷告销祷告 不可静祷告 最好的祷告 一中堂下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少壮狮子还缺失忍恶 但寻求你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感谢你把雅各明确的祷告 记载在圣经里 使我们在祷告时 能够有所参照 你乐于教导我们祷告 像当年教导门徒祷告那样 感谢你拣选我们 使我们成为认识你的子民 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耶和华 你愿意我们深深认识你 事事亲近你 藏在你里面 你说 你与敬畏你的人相近 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我们实在不配得这些好处 但你乐于赐给我们 我们中间若有弟兄姐妹 不晓得该怎么祷告 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 指引他们 使他们在悟性中 有充足的信心 勇敢谦卑地奉你的名求 愿你用大能建立我们 使我们在天地间 作有君尊的祭司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中 她是我的灵灵 她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中